比赛刚开始,有难度的挑战便直面迎了上来,翻越森林围墙。 垂直的墙面需要参赛者攀爬过去,这个时候男生们托轻女生,大家团结协助,互相帮扶。 穿过树林来到精灵湖,湖水伸及腰部,水下温度极低,越野者要徒步走入水中躲避障碍物。 孩子们用小端腿奋力极持,即使浑身湿水也毫不在乎。 这个小的孩子你不担心吗? 不担心,他还参加过很多比赛。 你年几岁了宝贝?五岁半,第几次参加越野? 第三次,第三次。 第三次,那一会儿下水你害怕不害怕一下宝贝? 就特别喜欢下水。 走。 穿过溪水,翻过绳索,在奔跑中赛程已经过半。 我们看到很多小选手一直跟随父母身后,毫不畏惧,勇队挑战。 小宝贝从底下爬过来什么感受啊? 感觉膝盖特别。 那这一次赛程之中,你希望他最能够学习到的是什么? 坚持下来就好。 然后开心,别恐惧。 刚刚过水的时候不敢过,其实包括怕鞋的湿,你湿了就好嘛。 他把这小子扔到鞋里就好了,他就被限制了。 爬完这儿他就再不先脏了嘛。 就是这么一个。 几百名选手里,有不少父子、父女共同三赛。 一起奔跑,携手挑战。 这份特别的记忆,想必会伴随孩子一路成长。 啊,你还烦死了,我这么漂亮。 每一个随风奔跑的人,都用双脚跨过自己心底小小的期许,用脚步奔向心中的方向。 作为队长,徐瑞红的任务,就是帮助团队的人们翻阅障碍,成功完成挑战。 直到赛程结束,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队长。 健身就是付出一定会有收获,是世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。 其实,整个越野赛呢,就像人生的一个缩影。 你会遇到很多障碍,你会遇到很多挫折。 当你无法逾越的时候,要么让自己变得强大, 要么就让,借助我们朋友的之间的互相的帮助。 在越野赛的赛道中,他是一位协助队友的队长。 而在越野赛后,他的真实身份,是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。 工作之余,他更喜欢来到户外,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。 我觉得年轻人能够回到大自然,去接触这样感受运动的魅力,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 不然的话,我们的周末就没在家,拿着手机会觉得很不健康。 其实呼吸呼吸吸烟空气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。 对,我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行为感染更多的人, 跟我们一起重回这样的,去寻找运动的快乐。 离开城市,走进户外,通过呼吸新鲜空气和挑战, 缓解生活的压力与烦闷,是年轻人享受新生活的一种方式。 天堡山的赛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赛事。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景色。 然后今天有好多朋友跟我说, 真是这个赛道真是太棒了,太虐了。 然后在整个中国应该是很...